这司马光一看说 那是 他刚才说的有道理 汉代的这个 星星落落 这个衰亡和兴盛 他确实有他自己具体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说 就像董仲书说过的一句话 天不变 道义不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总的原则不能变 就这国家治理 要遵循一些总的原则 总的方向 总的政策 战略方向 它不能变 我没有说什么都不能变 你具体的有些方略 你可以改变 那大的原则就不能变 再者说了 就像房子 盖房子 是不是 本来我们有一幢房子 房梁让宠给住了 窗户破旧了 是不是 桌子也不行了 我们可以让师傅 让工匠来修一修 来补一补 对不对 但你不能说把房子整个拆了 对不对 你现在连好的工匠都没有 你就冒冒然的修 你根本就没想好这蓝图 你就把这个 本来还可以再用的房子 全部都拆了 这你怎么办 刘贺卿说 谁说要把房子拆了 有点意思了 我觉得你其实跟我们的观点差不多 就是总的方向和原则 谁说要变了 我们变的不就是具体的政策和方略 再者说了 谁要拆房子了 你说拆房子是什么意思 把宋朝拆了 换成元朝 那时候还没元朝呢 李慧卿 你想王安石看中的人 那有错吗 唇枪舌剑 全都占着理 你说说吧 你想拆谁 我没说要拆房子 你说要修房子 这我同意 我们就在修房子 其实你跟我没什么分歧 宋生宗这时候脑袋一拧过来 是 你要拆谁 你这不是为言耸听吗 司马光医生就急了 说我 我是个读书的人 我天天读的都是圣人的书 看的都是经史子极 我是就事论事 我看到什么我就说出来了 我没有想要讽刺改革变法 我也没有针对李慧卿来说话 我就是有一点具体的意见 本来我们这管财务的是三司 现在又冒出一个制制三司条理司 来专门管这财务 不伦不类 是不是 本来我们有我们的中书大臣 有我们的宰相来治理国家 但你现在弄这三司条理司 里边有管钱的 有管政务的 有管军务的 全都搅在一块 那还要我们这帮大臣干什么 再者说了 如果你这机构是支持三司条理司 就是一个局级单位 是吧 司级单位 还就派一个官吏就行了 还用哪把大臣都辱在里头 一块讲 一块来执政吗 这不是太麻烦了吗 我就对这些有意见 没别的意见 说来说去 还是对变法有意见 李慧卿就说了 说司马光先生是汉林学士 这是皇上的侍从之官 顾问之官 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有什么都应该快快的说出来 是这么个道理 您看 您作为侍从之官 如果看到问题不直接说出来 那是不称职的 是不是 如果说看不到问题的关键 说的不对 那也是不称职的 我刚才可说了 本来是说变法的事 它就慢慢的快变脸了 你看看 就往这上说 说到什么 说那意思说 那你到底称职不称职 你要不然就说 别在这位置上待了 你要是不敢说 你不称职 你说的不对 你也不称职 那你只有走人了 司马光一听 很激动 说 皇上您还记得吗 我前这儿给您上了一道奏章 专门讨论这智之三思乔里斯 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 您看到了没有 您说 神中生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确实你有写 说那您看到了 那就说明 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我尽到了侍从之官的职责 至于说我说的对不对 那就您看着办吧 至于我走不走人 您也看着办 反正这事儿没法弄 这不是摊牌吗 神宗并不傻 这一笑 这不就是寥寥吗 是不是 各说各的吗 不要激动 至于吗 不至于如此 第一 李慧卿 你不要德里不饶人 也不要口吐狂言 是不是 这都是有学问的人 至于司马光的 你也不要太计较 是不是 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不要伤了何其 司马光不干 我们知道司马光跟王安石有一个特点是很相似的 都不要拗 不要叫 他崴了崴了 还要说什么 宰相王规当时在旁边就着急了 一看这情形不对 王规就赶紧说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改革变法 他的意见是觉得力小而害大 他没有别的意思 就事论事 一边说着 王规就使劲给司马光就使眼算 让他你就谢了吧 说什么 皇上都说了 你还点说什么 司马光本来还要说 王规说 接着讲 接着讲 今天还有别的科目 不要光想你的资质通鉴 我们还要接着讲 宰相说 对 我们还要讲别的东西 今天就不讨论了 接着讲课 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如果说在这次辩论之前 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还在暗处 双方还没有撕破连皮 那么吕慧清 与司马光的这次朝堂辩论 就将这种矛盾公开化 双方阵营开始了一种意气之争 而此时 让王安石感到棘手的 不仅仅是这种改革派 与反对派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阵营内部 如何选用一批能力出众 对改革变法 能够坚决支持的官员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改革派阵营内部 竟然也发生了分离 那么这些原来的战友 是如何走向对立面的 王安石将会如何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呢 根据当时王安石的用人的情况 我们基本可以总结为四种人 第一种人 开始进到条立司里头以后 就对变法有意见的 根本就待不长 苏哲 最集中的代表 苏哲一开始宋神松清点的他 让他进入条立司 做简祥文字 就是跟刚吕慧清的官一模一样 来做高级参谋 高级顾问 乞讨文件的 你想苏哲 那跟他哥哥一样 脑袋里头全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就对这挣钱的事 发财的事 他本来就有意见 认为君子是不能严厉的 君子要严义 是不是 像你这种 天天的霸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挣钱 天天的给人发利息 收利息 他看不惯这个 所以他自己待在这个变法机构里头 他天天的抨击这变法 那不就等于给苹果里头放了个虫子 宋神松的用意是好的 希望革新机构里边 各方面的人都有 把这事弄得比较融洽 比较和谐 他本来想建立一个和谐的变法机构 可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变法这个问题 那就是针锋相对 有你没我的事 怎么可能搞调和主意 一来二去 王安石就怒了 是吧 你这纯粹弄一人给我当卧底 而且是公开的卧底 这太气人了 是不是 没过多久 苏哲就开了 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是什么 是确实是忠实的参与者 比方说吕慧卿和李定 这个李定 前面我们讲过 他是从南方来的一个官员 当时实行清淼法的时候 他刚到朝廷来报道 李定跟吕慧卿一样 都是王安石在南京的时候收的学生 对他们很赏识 就调他们到京城来工作 他刚来的时候 天底下人正对这清淼法 大家议论 就说清淼法真坏 祸国殃民 李定来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有一个官员就跟他说 说你来到京城小心说话 不要乱讲话 李定说 我只讲实话行吗 实话可以讲 但是看讲什么实话 后来就去见了王安石 李定就说 我不知道京城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我只想说点实话 在我们南方那一片 这清淼法还挺好的 大家没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 哎呦 王安石高兴的 赶紧带他引荐宋神宗 宋神宗就给李定封了个官 提拔了他 好 不提拔还罢 一提拔是轩然大波 当时的智之告 就是给皇上负责乞讨诏书的三个官员 联名尚书 说什么 朝廷虽然急需人才 但是应该按规矩来 这李定还没有经过我们的考核 就直接跃及提拔 我们认为这不合适 把皇上的圣旨 巴拉巴拉打个包返回去了 这是当时的一种规矩 不是皇上下了圣旨 就立刻能够执行的 如果中书认为不合适 可以打包给你退回 在意 这是为了避免出现什么呢 皇上的军权过分的独裁 要打回去了 打回去了 根本哪可能啊 你想李定谁的人 王安石的 我缠指这人给我干活的 你给我打回来干嘛 你打回来了 行 你们三个都别干了 罢免了 走人 咱看谁走得快 大家可能说 哎呦 不太好吧 都是同事 这么不讲情面 那是 你以为光练嘴皮子呢 到具体的事的时候 就得翻脸 不翻脸 事情办不成啊 朋友们 难办 大家说那 罢免了不就行了吗 哎 舆论又出来了 社会舆论 纷纷称赞这三个人 说他们叫 西宁三社人啊 就是在这个西宁年间啊 三位勇士 敢于抗衡强权 你说这个王安石和李定 这不吃了窝心锤了吗 虽然你在行政上是赢了 但在民意上 好像是输了 乌漏偏风连音语 监察御史 就我前面说的 国家监察部的官员 陈建 尚书朝廷说 李定有问题 先别忙着任命他 李定有重大问题 李定做官的时候 他母亲去世 他没有给他母亲守孝 这可是宋代的大事啊 像这种事在宋代 那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 人人得而诛之的 哎呦 这李定当时就跟晴天霹雳一样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这就说明这人人品有问题啊 皇上也很震怒 赶紧让人去查 李定是南方人 就派到南方去查 查底儿掉 查来查去啊 查不出个子丑银毛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李定中间曾经有一次说 他父亲年纪大了 他回家乡去照顾他的父亲 但是 但是 但是